粉丝黑白旺仔的问题 他问陈老师 你是怎样会写作的 老师告诉大家 陈老师小时候的华文作文 也考得不是很好 我只拿B 喂 吓到大家了吧 那时我曾经像大家一样 到处问人 怎样可以考好作文 我问过很多老师 问过很多大人 大家都说 阅读阅读 多阅读 作文就会进步 所以我就买了很多书本来读 我的书本多到没有地方吧 书本还必须堆积在我的床上 只留下一个位置给我睡觉 你说夸张吗 我天天读书 但是我发现考试时 作文还是拿B 这时有人告诉我 拆作文 被作文 默写 我很听话 跟着做 但是考试时 还是拿B 那么后来我的作文 怎样进步了呢 这件事情要从师范学院开始谈 进入师范学院后 我开始接触到很多 写作工具的书本 从这些书本中发现 原来写作这件事是有方法的 有formular的 写这个词句词 用不同的方法 句子就变得不一样 文章也充满了文章 这个方法 这个formular 正是我要找的答案 于是我开始研究各种写作技巧 再结合自己在教书上的经验 研发了一套独特的秘籍 帮助我的学生 如果你说 我会写作文是因为老天给我一份写作的天赋 让我比大家厉害写作文 那么我告诉你 你错了 陈老师今天很会教作文 是因为经过长期的研究 长期的训练 才可以变成这样优秀的30年了 在这30年 我的写作秘籍和方法 帮助了很多学生 让他们在写作文的时候 找到的方法 变得有信心 当看到我的学生考作文时 得到好分数 参加作文比赛时 得到奖杯 我知道 我这30年的努力 已经成功帮助很多华裔孩子会写作文 爱上了写作文 这就是我在教学生涯中 最大的成就和满足 在陈老师的其中一个课程 初级写句班 陈老师设了 《魔法列车工具教导》 一二三年级的学生 如何把句子写得好 有了这套方法 学生有能力把五个字 写成五十个字 或者更加长 写作的字数增加翻倍 在绘本写作班 陈老师教导四五六年级的学生 结合读物 寻找写作的素材 学习写作的技巧 来完成一篇又一篇的文章 各位写作是有方法的 只要你跟着陈老师学习 讨好作文 绝对没有问题 我是BritiChin 陈老师 记得点赞 关注 分享 以获得更多的写作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